吴奇隆虽然出道比较早,但他一直在娱乐圈活跃着 而且如今的名气也完全不输小虎队时期 因为长相帅气,从出道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爱慕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吴奇隆的七位女友 第一位,悠悠,18岁刚出道的吴奇隆 曾和自己的师妹也就是幽欢派对中的悠悠 有过一段恋情,但这段感情因为公司的介入而结束 第二位,徐若萱,我们都知道徐若萱被誉为 清纯不老女神,从出道就非常的清纯 而且吴奇隆是徐若萱的初恋 就连出吻都给了吴奇隆 但最终因为家人反对结束了这段感情 第三位,杨采尼,其实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就连曾经的男神金城武都很迷恋杨采尼 不过杨采尼最后选择了吴奇隆 不过这段感情也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 第四位,皇后娘娘蔡绍芬 二人的相视是比较惺惺相惜的 当时蔡绍芬有一身的债务 而吴奇隆也有相同的境遇 只不过后来,二人因为工作 长期分开,选择了分手 第六位,前妻玛雅书 二人因为合作,消失一郎,因细生情 最终修成正果,不过这段婚姻并没有走下去 而且离婚之后,还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同一些知言骗语 引导网友误认为吴奇隆某些方面的功能不正常 总之分手不是很体面 第七位,刘诗诗,两人的恋情也是因细生情的类型 而且吴奇隆比刘诗诗大了将近20岁 不过年龄的差距,和离过婚的事实 都没有阻挡二人相恋 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且刘诗诗的怀孕,间接证明了吴奇隆功能正常 而且比较巧合的是 刘诗诗竟然撞脸了吴奇隆的初恋悠悠 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你们说呢